美孚發生致命車禍 一架電單車被田裸車撞倒卷入車底 司機當場死亡 田裸車的司機 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項家長報道 涉事的白色綿羊仔 意外之後卡在田裸車 右邊車頭兩個車輪之間 後半部分樓曲變形 座位掉下來 後輪亦飛脫 路面留下相信屬於事主的袋和鞋 和懷疑是電單車被拖行的刮痕 警方用帳篷覆蓋死者的遺體 這距離田裸車停車位置相距大約50米 事發在下午大約2時半 一架電單車沿荔枝角度同葵衝道 往前彎方向行駛 當駛到美孚新村對出橋面時 懷疑被田裸車撞倒 再捲入車底 男司機頭部重傷 倒臥路邊 救護員到場證實他當場死亡 警方封鎖兩條行車線 調查意外成因 往前彎方向只剩下萬線行車 交通非常濟縮 車龍新延至西九龍走廊 有線電視記者何嘉俊報道